你 弄得还蛮有样子的马 码头工人联合会 谁的主意 弄的 是我 我跟梁兴益同志 联合上海好几家大厂的工会 我们合理创办的 意在保证码头全体工人 他们的利益 维护他们的尊严 听着蛮好吗 是非常非常好 这个乱世 没有人会在乎我们底层公有的保障 那我们就自保 自保 你们保的是自己 防的是谁啊 这家酒厂 是我们永兴公司的产业 你们防的是我们三大亨吗 在我们眼皮的底下搞动作 太不拿我们用心当毁尸体了吧 你这话根本讲不通 这片地方早已荒废了 根本就不是你们三大亨的地方 还有我们这些工友都是收工之后 义务岛这里劳动的 耗的也不是三位老板的工时 可是你们有什么可暗言的 暗言 不 我现在看你是越来越顺眼了 上一次我们的账还没有算清楚 今天是你自己蹦出来的 怎么样 我们找个地方好好续续救 你们不能把眼大跟带走 不 不 你们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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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我跟你们走 人不能跟你们走 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啊 我叫梁兴义 现任上海码头工会会长 好厉害的会长啊 我刚才听到 你说会让我把人带走 不是我 是我们 是我们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张老板 张老板 这家酒厂是我的 你们的饭碗都是我给的 今天把你们都开了 明天你们一家老小都去喝些美风 行了 就算你把我们都开了 你也不能被你们带走 对不对兄弟们 对 干嘛 你还要造反 想造反 不是造反 是团结 被资本家欺负惯了 不团结没出路 如果我今天非要把人带走 我们不答应 对 对 对 他得赢了 对 老脑忙了 哪个 热闹是对的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码头工人联合会成立 陆某特意前来祝贺 在下陆一圣 你是 我是梁星义 陆先生好 梁先生 梁会长好 好啊 二哥走着性子急 你先到了 先到了 陆先生 张老板今天不顾兄弟们的反对 只要把我们的副会长 严华带 您来得正好 您给做个关断 好 能搞错了 我二哥 我二哥跟我与颜兄弟都是老相识的 公司的小兄弟红三麒麟 跟颜兄弟还是结义之交的 我们平常很敬重他 私下里老蒋 他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 我猜想二哥一定是来找他叙叙叙叙 上次走得急饭也没有吃好 对吧 所以这是一场误会 二哥 对吧 叙叙啊 当然是叙叙叙了 刚才我跟颜兄弟 一直说找个地方叙叙叙叙 对吧 是 只不过呢 今天我工会工务繁忙 没工 改日啊 一定登门叙叙叙 懂吗 年轻水帅大大没关系 这绝对是一个误会 我建议大家赶紧去复工 我陆玉胜自愿出一些钱来资助工会 一位祝贺工会的常例 二位这位兄弟看伤 公司的兄弟巧扰了大家休息 我在这里向大家说声抱歉 公仇加倍 以作补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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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 原会长 青山常在 咱们后会有期 张老板 青山常在 后会有期 妈的 我张万林这辈子还没人说过这种期了 两次 两次都是你这个严花 日后老子不找着一个机会 牵手掐死这个小次了 我他妈就不姓张 万林科 莫动干火上的身体划不来的 今天又是我做恶人 能做好人啊 啊 老三 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 都是为了公司的那种方法不通 那么下次你做好人我做恶人好了 可是你 听二弟这个话 这个联合会的势力已经不可小缺了 保佑 大哥你不知道 今天啊 好几百个人拿着家伙呼啦就冲出来了 我一看这些下三乱臭苦力 胆子居然都大了起来 连我们永鲜公司都不怕了 这个联合会比我们看到的势力还要大 成立不久就有几千人犹豫 集会速度之快 章诚细则之言 行动力度之大 前所未有 搞这么多人 还会更多 很快上海他的各种工会啊派别啊 都会和这联合会接档 要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全上海第一大会 这种速度 绝不是几个粗鄙劳工所能行事的 那个良心一眼华 到底什么来头啊 会不会是南方的革命军 我也还在大谈 你现在不得而知 我只晓得他们联合了 上海最底层最有力量的一股势力 这股势力不明则已 一旦发生动静之大超出我们的想象 都是一些下三滥臭苦力 能搞出什么话头了 难道能变成一支军队啊 二哥 千万不要小区这股力量 千万不要 几杀成踏 几叶成囚 自古起义 造反 甚至更换朝代 都是因为炸获了最底层的这些力量 如果要是消除这种力量 只能是在威势 我们不便插手 如果统治齐总督呢 如果统治齐总督呢 齐谢元 自身难保 对付革命军已经自顾不下 哪要心里管这种事情 才说目前这联合会 合理合法并无不妥呀 干脆亲自亲蒙 我派人把他们两个先杀了 又当如何 你我都看见了他们人心很奇幽 一旦我们下手 轻则罢工冒失 重则产生冲突 对我们都是不利 那怎么办 对他们听之认之 他们一旦事成 我们就接受这事实 没有联合会 还会有码头工会 既然现在井水不分河水公司里 也没受太大的影响 还是警官其变吗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联合会 没准日后 会是我的新婚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 大哥 你信我的 他们现在搞的动静这么大 早晚有一天 我们不收拾他们 一定有别人收拾他们 你说这个破事 这都过去几天了 那小贱人还没消息 大哥 别那么着急嘛 各方面一有消息 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的 上海滩这么大 要找两个人出来 也是要费些气力的